祝人看见了天上光滑 2020新北耶诞成平安晚会 在12月20号亚洲登场 活动由新北师傅及新北领导会合办 除了有知名歌手与舞团巧热现场气氛 新北市长侯又宜也率领团队出席 与台上百人师班一同报家音 今天在这里我们有机会 唱诗歌报家音 一起献上今年辛苦的一年 我们敢安禅地度过充满着感恩 上天我们祝福新北市是一个最平安的地方 是一个最荣耀的地方 是一个最喜乐的地方 谢谢你 谢谢你 透过在这里半夜圣诞节的活动 第一让整个城市的居民知道 耶稣是我们生命唯一的盼望 也透过这个活动让平安 上帝的平安能够祝福新北市 最重要的我们要转化我们的城市 成为基督城这是我们很重要的目的 新北市政府与教会的合作今年来到第十年 除了平安晚会之外也举办爱心园游会送暖行动 将礼物与祝福带给每一个需要的家庭 希望在圣诞月不只提供物质上的帮助 也将圣诞节爱的精神分享出去 送给你这个包包 在这个圣诞节的平安的夜晚 我们把爱送到每一个家 把礼物送到每一个家 把祝福送到每一个家 这是我们新北市的牧长们 每一年现在会做的事情 今年的耶诞城也非常的特别 不仅将范围延伸至府中商圈 也是首度与超高人气的迪士尼公司合作 打造全台唯一的迪士尼环绕光雕秀 带给民众全新的视觉饗宴 对比全球疫情 今年的圣诞节欢庆 也让参与民众相当感动 虽然有下一点小雨 但还是很温馨很多人 然后每个汤匯都很热情这样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我就觉得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看这个表演很感动 很开心啊 然后小朋友都玩得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在疫情下仍然将爱与祝福 感染现场的每一个人 众人沉浸在平安的歌声中 共度一个温馨的圣诞